What's up bro 这里是BQT 欢迎收看说上新时代VSN第六期上 由于这期节目有三个多小时这么长 太可怕了 所有把它分为上下两集 这期我们继续来看无限battle 1v1环节 老规矩3000个赞 火速更新 下一期 节目一开始是选手们的私人时间 这一段基本在看他们吃饭以及说比赛后的体会 这里就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比赛环节 第一场battle是 斯维特VS夏至雨 夏至雨 好复古的片排 子弟笑的门口 我们高傲却胆小 将暴力一块两块全部都上脚 再挨一圈 骗父母是不小心跌倒 再准备好 明天又要交的零用钱 就这样一直到了初中以后 子弟们决定开始反击 组了几个小组也有过几次火拼不久 学校归了地方 我们被凑在一起 地方人越来越有钱单位 渐渐不景气 下岗的风潮 多数原职工 另谋生路 多数的家庭要靠青少年来撑住 别让青少年太早 品尝到钱的味道 年轻的野兽怀里没有温度 在旷野的西部 任何的小崽子都别低估 街上晃的小野牛们很容易就兴奋 左边袖口历史生意 右边藏金棍 这世上从不存在慈父 手里的花儿随时都能让真人变成植物 用笔和纸记下这儿的生存实录 再把这些故事填进我的慈库 East side to the west side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freelance 从小就熟知那些严肃的规则 所以只想待在我的家乡做个freelance I don't care no more 除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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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把握的很少遇到麻烦 十五六岁脑子里面装满炮弹 不耍坏的东西 东西都很抢手 不是reel OG OG都是朋友 you know 出没在大街小巷 某尖刀修采刀 收费评索所 这样的父辈们辛苦的工作依旧艰辛 而身在小城的我们该哪些做个榜样 应该是吃套男或山季 Cashews and everything around me 他这个字幕改的太夸张了吧 走出童年的乌托邦是同龄 是雨后的整条街道的空蛙泥泥 生怕把白色球鞋沾上无际 但院外的人与天都打赤脚目光充满敌意 那都是来自两代人对原居民们的歧视 那些给儿子留下阴影的名字 多年后若还是未能成为伙伴 必然是解不开的梁子见到一次弄一次 记得那时上街都需要陪同保护 但后来几个火鸡惹了官司 爬火运车跑路 一场的躁动没有可悬泄的窗户 要么被人欺负 要么让人见到你就发出 小伙子哪边值得追求 心事走肉还是活的风流 所以我逆着风走 总会收到礼物 其他人顶多算是中流 这句厉害 夏至宇带来这首Hometown 歌曲开头的人生look 非常的有连带感 突破那个连带许多叙述作品 他们的伴奏都是这样处理的 而整首歌都在讲述着老下他的青春故事 能够通过歌曲感受到老一辈人 他们的生活情况 而整场脑下的发挥也非常的不错 咬字特别清晰 尽管那个字幕改得乱七八糟 但是我们还能听到他想表达的意思 那么从现在的音乐角度去出发 这首歌有太多的不足 但或许这就是时代的眼泪吧 老刘 是讲他爸爸或者讲他自己吗 童子里 童子楼 我从来没想过写这首歌 时光是影子一样在我大脑里面穿梭 原谅我叫你老刘 我只是希望用轻松点的方法在这里和你交流 你站起来的样子我快忘记 你把我举过头点欢笑着在某个星期 我用蜡皮花的太阳总喜欢加上笑脸 你拉着我的手说我永远是你的焦点 我总是看不见你 你说你忙着挣钱 全是为了家里给我买新的礼物和衣服 你摸着我额头的样子 到了现在我还能够记住 坐在你起舍的后座 妈妈开心的没有困惑 围绕在甜蜜幸福的我没想到会坠落 去把一壶我们一起划过的船 那时候我们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做烦 如果这时光可以倒带 我想回到那年我们去过的交换 输回妈妈当过的手势让她别哭 哪怕还是住在童子楼里的旧屋 你们都别哭 你们都别哭 当我六年级看见妈妈带你从医院出来 你的表情有些奇怪自怨自哀 你变得不能行走坐在沙发上面很久 妈妈也仿佛一夜之间憔悴的难受 我想我的生活就是从那一时刻改变 我的利用钱别少你们的吵架开始逐渐 哼 我想要的夺不到了 我在学校有人说你是残疾我被议论着 Hey my lie 我承认我不敢看你 我时常做梦梦见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在骗自己 为给你治病花掉好多的钱 每月去领地宝的日子是我最不想看的场面 我祈求过他们帮我打开自卑的门 可怜他们都不是帮助你的人 妈妈开始许久以为也能够逃避 无数次我把耳机带上想要抗拒 如果这时间可以到达 我想回到那年我们去过的郊外 说回妈妈当过的手势让她别哭 哪怕还是住在童子楼里的旧屋 你们都别哭 写得太好了 你们都别哭 踏上救护车被送入ICU的路上 从来没哭过的我眼泪正在流淌 我真的没想过如果你没了会怎样 我拉着你的手想着家里的过往 花光了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有你在 我愿意用我的命换你的只要有你在 我想问那些所谓的人为什么这些事全在我身上 我想要问LiveTri-Go 直到我有了我的家庭 可能未来我也会有孩子在聆听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这生活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老刘 你现在躺在床上但你很高大 你现在肯定还会有话对我说吧 老刘 我已经结婚了 老刘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希望你是我爸爸 太棒了 太棒了 这就是说唱的魅力 哇 斯威特这首老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我差一点就他妈的听哭了 那么在这首歌中 他的偏曲和弦走向以及富有年代感的古典 都能明显的感受到斯威特受到了宋月亭的影响 而这首歌的歌词写的非常的真诚 我们完完全全能通过歌词就认识到他的童年经历是怎么样的 而这当中有一句歌词是 我想要问那些所谓的人为什么这些事全在我身上 而这一句的原词是 我想要问那些所谓的神 节目里面把神改成人了 一字之差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天然之别 由于这方面涉及到宗教比较敏感的话题 所以我也不敢多说 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一部电影 阿米汉尔主演的《我的神啊》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 你就懂我想表达什么意思了 这里热狗的点评真的非常的透彻 小伙子哪边值得追求 行尸走肉还是活的风流 行尸走肉还是活的风流 所以我逆着风走 总会收到礼物 其他人顶多算是中流 根本没有抵住 哇 这个punch来太 你知道吗 中流抵住被你这样拆解这样玩 就是我看到很多worldplay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在讲这种很真实的生长过程 生活的片段 这点我是非常喜欢 那么本轮结果为33比68 斯维特获胜 下场对决谭老师VS Docky 你不是电视剧 你是无度 你是真人真实 你是我们重庆人 个人厌个人的故事 喂老铁你干啥呢 哥家看电视呢早了 出来喝酒啊 现在啊 我都看你朋友圈了 你女朋友都没个家 你就出来得了啊 你出来吧 找你啊 喝酒喝得酸透 刷到伙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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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喝得酸透 就会让个群奔都要西北 他们报道被个土地绷在流伴去黑 要让个真情玩究竟去折 老子骗子过板被在聊些单身心的 哪个带了吗 大个小傻 老子看你往下妈妈说我能够淘汰 哪里好爽 问你哪里好爽 不说他在回家找点书叫哪个好哈 呜 他们都在呜 他们喝着衣服小姐摔得满年度 我个人往前要打个肚 跑个傻伤回机会吃点药片铺 哎呀 好烂哦好烂哦 兄弟我说真的 那边点味道比点泪也要相信 好烂哦好烂哦 兄弟我说真的 未必他生下来都疲借亲眼 来来来屁菜软屁菜七叫叫春家心不吝 老婆来电话了 哦 老婆来电话了 哦 B switch 老婆好似说 那些载耳都没有 老婆好似说 不会龙帆托一袖 老婆好似说 老婆好似说 那些载耳都没有 老婆好似说 说 Happ 说 saja WA 玩 买堡 holiday party Call me 老子不感都不觉 老婆 individual 偷偷摸摸看 Crit Å 打个菜都好耍 打车都好耍 散望像北一荒野过个夜 耳声滴滴打 滴打 universities difinérer 点火箱戏黑鈴我 拐得他起跑 我要演的妈 我是 candidate 老婆我在加班人是真 妹的吧 到处又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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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发现手口换我身体不停 我真的该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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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不能够说我怕我马上吵哉 啊 唐老师 被大臣才安心打招 要打指问他是哪个 无关你到底是哪个 你当我都做成了大丑 来自从前 鸿门烟 鸿蜜 夜里唐老师 我说鸿门 你们说烟 鸿门 鸿门 我说鸿门 你们说耶 鸿门 鸿门 我说唐老师 你说耶 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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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雷诗 你说吴都 雷诗 吴都 雷诗 吴都 唐老师这首三层男人 整体的感觉非常欢乐 有着非常地道的重信味 而且他的腔调本来就非常的适合 再搭配整个调皮的伴奏 整个感觉就出来了 而中间用老婆来电话做beatchange 也增强了整个欢乐的氛围 但我个人还是喜欢第一段verse 而这首歌作为一首确作品 旋律腔调洗脑兼剧 算是非常合格的作品了 Doggie 未接来电 又是打电话 这段时间我真的十分回避 这段时间我真的十分回避 感觉再深夜是一堆废话 现在翻开你的微博准备进去回忆 我又比了什么让你那么轻狂 好想说你别走这挽柔 你不接受是爱不够你懂我是人 那时年少现在鸡饭黄 两年时间也没有那么漫长 如果上岸却一直都在暗旁 梦中你的善良和你身旁伴廊 那些暗房中的行照不学 暗藏擅藏不着心跳的街 我也不曾察觉你那泛红的脸 也不会再有机会完成眉毛的鞋 青年霹雳 野花坚军 我一直信不信力的话没人倾听 想要趁此机会证明却被试证明 我们正会白给距离 而不是真心 OK 道理我都懂了 只是我真的不愿意会 就像你眼睛都浮肿了 我依旧迷离在深夜里不愿意会 北冰的秋天又到了 天上飘下不少落叶 今年又要有多少个少年的梦想 还比实现就被破灭 那些被掩埋突扔的蠢子 到底多么多么偏执 那些我说过的坚持不是都在骗你 而只是败给现实 我试着就习惯了没有你 习惯把思绪晾干 习惯更新着相册也习惯 不再把它往上翻 但是突如其累的难过 还是没有办法 在脑后虽然并不好受 厌倦超过没上次却把门关 我记得安静去牺牲的你 记得在脚尾画画 记得在大雪中我相识的你 把我后来对我说狠话 我本否认的你 那个倔强的你 穿过手是多狠啦 但就是那个你 爱过你送开你是真的很怕 好想说你 好那个强调怪怪的 好像太用力了 这爱不由你从我承认 还爱着你 在脑后都能够从你电话 这段时间有什么变化 不想背脱我当然是害怕 害怕卑微钻又被牵挞 害怕你的双目都要对你牵挂 对我而言实在非常的不好听 主要问题是在于他那个苦大深仇的腔调 跟歌曲整个伴奏有点脱离的感觉 能够感受到他想表达那种 非常强烈的硬核情绪 让他整个人没有足够的气场以及flow 去驾驭这种硬核情歌 因此整首歌听起来我觉得有点用力过猛 打致损失了过多的听感 而节目组这里也放出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 明显录音室版本的腔调把控更为合适舒服 那么本场结果为55比45 谭老师获胜下场对决吉丁vs江奈森 鲁班三四哦 编曲蛮有意思的 别看我猴子脸 你会在手指间 动手牵动我先抽指烟 别担心够时间 目的视觉在心上 你有张光漂亮的脸 给我招人的钱 新警官从来都抓不掉 我X教授改装成蝶 金刚都被我毁了 有时换到的血 不管是不公的态度 管不完的不公却不想在乎 却对话是痴迷女人根本是个 败的利益 结果跟见面 就像是博弈还是会搏击 这感情根本是买下不完的 戏曲 但还是对你的风采唧唧 Baby你被抓了只能我来救你 想要的尽管开口 除了你的爱 其他都是开胃 才过之后未来一切追捕 除了你的眼神是对我最有效的陷阱 背叛就像是旅人佩戴在手指 Bling Bling 哎 男人的浪漫 哎 自由的狂欢 哎 山脉脸埋在你的箭头 打冒险之后再赶完 哎 吸射爆了程度 哎 不由自主想征服 点燃我在山都阻拦着 为难我怪到又踏上了阵途 轻轻的陷阳的陷阱 你驻足危险的眼睛 雨蜡烛不能够结束 的绝书我也无法停止 对你不制度 轻轻的陷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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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难逃着迷的就是你的难搞 只是你的车票 逃得掉 中计时下看你骄傲的笑 大概也不算是 Bling Bling 只是做疯独 Bling Bling 虫子行动不关心不盈利 他们都不懂 那是我们的情趣 鸿河头上说得到 就是我们晚餐的烛光 就会是真的一头 最玫瑰珠宝的橱窗 不慌 不忙 穿好我的西装外套 互相照亮的关系 我的亲密爱人是你的代号 男人的浪漫 自由的狂欢 想把脸埋在你的肩头 大冒险之后的港湾 牺牲罢的程度 独有自主想征服 点燃我在山都阻拦着为难我 怪到又踏上了阵途 凝囊的陷阱 你驻足危险的眼睛 雨蜡烛 不能够结束 的绝数 我也无法停止 对你不制度 就把我操操吧 老门的手操架 无许的人生说 唯一的宝宝 帅的帅帅帅的 吉丁带来了这首鲁班三世 整首歌的灵感都来源于日本的国民动漫鲁班三世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动漫 你就能听懂吉丁在这首歌里面所传递出来的 那种狭道之间一敌一友的浪漫 就像是汤姆老鼠里面 Tom and Jerry的情谊一样 当然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动画 也能看出来整首歌的片曲 以及舞台的布置都非常的用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 江奈森 喂 怎么又这样说话 是我错了吗 难道是我错了吗 OK OK 你说的都对好吧 你总说不够声势 吵架都不能够让着你 喂喂 所以这里却是烦恼 不断争吵 故事在谅解吧 BABY 所以都受够了你实践小脾气 你却问我称之男友怎么工作 没有累的时候想回到家 基本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车祸 我有时像活动拉伤警报 发出警告的 你也曾说我变得冷漠 只想着歌曲忘了拥抱 要怎样的药才能缓解啊 我俩的病情 在身处自然会好慢 还说我好棒 归零 你总有嫌我不会穿着 太阳我的脾气偶尔变得很怪 还有的时候会钻阿牛角尖 但我真的想你学会做菜 不够浪漫 忘记各种纪念日 我绝问你说偏执 不会再惊喜上签字 今天我画的妆好不好看 不能说出实话 又不能不看我 丢伞阿拉斯 你说不用心 做的没唱的好听 我说真的 那只没主意 你怎么还一直记得 那不记就不记 二十年后 我也不会再记得你 三二一 我们就开始争吵 破山口挑起了这段舞蹈 吹着那早晨的风 做一个白日的梦 像是那白日的梦 三和一 我们又开始争吵 始终的分秒 它还在奔跑 吹着那早晨的风 做一个白日的梦 像是那白日的梦 你心理想法 但尤其是我都能猜的头 不过这是计划 我们两个都没有想过走 偶尔就是迷路了 想要找到新的出口 我要牵你的手 慢慢走到以后 掉进洞窟里漆黑 二十年后怎么样的体会 一点嫌我脱发 是我邋遢 后果只是加班不爱回家 家里堆满设备好想 我还是一直坚持做音乐 你炸乱我半天的心血 吵架我们生死又厉害 每次都是出版让我洗碗 这一次被骂 因为电源没挂OK 我退一步 不是你背信负 只要忘记了一起比赛 将其举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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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锁门外 放红箭一直在城外 前开门这一堆奇怪爱人色 於我们就开始争吵 我伤口挑起了这段舞蹈 吹着那早晨的风 做一个白日的梦 像是那白日的梦 三合一我们又开始生效 失踪的分秒它还在奔跑 吹着那早晨的风 做一个白日的梦 像是那白日的梦 如果真的到二十年之后 我希望你还会在我的身边 OK 江奈森带来了这首二十年之后路 笨猪如果你是小女生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非常喜欢 这首歌里面那种真实生活的描写 但很抱歉 对我来说这首歌实在是太普通了 因为这是一首千边一律的 晚一云帅哥web小情歌作品 你甚至能在晚一云 搜索到上千首关于类似的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 吉丁那种有特别情愫的作品 那么本轮的结果 52比46江奈森获胜 我觉得吉丁并不输 只能说江奈森这首歌比较大众化吧 哎呦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知道我知道 这期视频像你一样短 但下一期的视频长达两个小时多 如果再继续录下去的话 会要了我的老命 所以为了保存我的狗命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BQT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